那至于说郭台铭跟韩国瑜相比 谁更有希望一点 我想两个人声势 其实当然不同的民调 针对不同的议题可能互有上下 那韩国瑜当然也是声势相当高的 国民党推出可能推出的强棒 那但是呢 郭台铭跟韩国瑜两个人相比之下 虽然郭台铭他有庞大的这个 鸿海的这个事业体在后面为他支撑 然后郭台铭自己本身有累积 也累积了相当大的这个知名度 但是韩国瑜毕竟他还是一个 现任的高雄市市长 他是一个已经有打过选战 已经有团队在那里的人 所以说在两方的声势 事实上相差 其实就算有差别 也没有太大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谁最后能够代表国民党胜出 然后代表国民党参选 总统大选 我想最后的结果 可能还是要看这两边 他们的主持战处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他们竞选总部 怎么 竞选总部的成员怎么决定 竞选总干事是谁 然后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 打这个选择 我想这个在未来 不管是国民党用初选的过程 用征章的过程 在这样一个未来的几个月里面 这一切都会比较明朗化一点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所看到 至少在郭台铭这个部分 我们的资讯就是 他发表参选证明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也有实力发表参选证明 但是因为他在这个团队的组织上面 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目前很难去比较说 郭跟韩 这两个人哪一个胜出的机会更大 但是我要说 纯粹就真实上来讲 这两个人实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